他们凭借极其凶猛的连续攻击和绝对的数量优势,可以在轻鹤间摧毁一条不太完美的防线。 通过攻击美军第九步兵团的侧翼,他们击溃了第一和第三营以及他们的坦克牌。 在这两场战斗中,美军步兵都在山上,而坦克被困在路上。 坦克和步兵无法相互支持导致美军溃败。 没有步兵支持的坦克在夜间特别容易遭到中国志愿军的袭击。 中国志愿军会带着炸药包、反坦克火箭以及无后座力炮悄悄接近美军坦克。 比如,第九步兵团的第二营并不是在白天被洗,而是在夜间被包围。 尽管伤亡巨大,但他们还是成功突围,其原因就是他们由坦克来支持步兵。 1950年11月29日,沃克将军下令全面撤退。 12月,中国志愿军将第八集团军赶回到三八县附近。 联合国军部队第十军团开始大规模撤退,最终通过海陆撤离。 1951年1月1日,中国军队发起新一轮攻势,重新夺取汉城。 但在1月中旬,联合国军挡住了中国军队的进攻,并开始计划他们自己的进攻。 1951年1月25日,第八集团军后来的指挥官马修·李奇威将军派出七制联合国军纵队向北推进。 2月,联合国军重新夺取了金浦机场,仁川并到达了汉江。 2月底,3月初,李奇威下令再发起两次进攻,分别命名为屠夫和撕裂者行动。 3月中旬,联合国军渡过汉江,收复汉城。 就在我们的部队推进到汉城南部的时候,我们来了一位新的战区指挥官。 他的战术思想非常明确,在他的领导下,我们的阵线比较坚固,补给也比较充分,而对手的挤养不足,缺乏新鲜果输,所以我们占有优势,继续向北推进。 从容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进攻,我们实施了一项名为屠夫的作战行动。 在行动中,我们可以说是战无不胜,功无不克,夺取了一个又一个预定目标,可以说屠夫作战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。 较为不幸的是,我们当时不知道该如何取暖,真的不知道。 我们有营帐,但我们不能老是戴在营帐里。 其实最惨的不是我们,最惨的是一只待在外面的步兵。 一开始,我们并没有预寒装。 我记得,我们是在十二月下旬的时候,才穿上了预寒装。 为了预寒,我们要穿厚厚的袜子。 当然,我们还有军靴。 但是,当时实在太冷了,尤其是在战场上。 冷得让人无法承受。 为了不动坏身子,我们有时,要穿两三层袜子,把脚包得严严实实的。 然后,我们还要再穿上军靴。 如果不做大量运动,这么穿也是可以的。 当时,我们军队配发的夹克还是不错的。 油厚厚的衬礼,口袋也比较多。 但当时的天气非常寒冷,即便有了这么一件夹克,我们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。 总而言之,在我的记忆中,那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。 一个苦不堪言的冬天。 在那个风雪严寒的冬季里,我们发动引擎需要十分钟,有时候甚至要用上半个小时,燃油上洞了。 你得想办法让它解冻,否则坦克和装甲车就发动不起来。 坦克和装甲车发动不起来,你就无法对敌军发起进攻,更别提获胜了。 那次我们没有M-26坦克,这款坦克的引擎声比较大,而其他坦克的引擎只会发出啪啪的响声,比M-26坦克的引擎声小多了,小太多了。 我们并不是让引擎一直运转着,因为燃油什么的要节省着用。 我们根本不用冷却发动机,因为连燃油都是冰冷的。 我们要让武器保持干燥,这样在战场上,我们的武器才不至于卡壳,不至于无法使用。 为回击联合国军的反攻,中国和朝鲜军队于四月下旬也发起了攻势。 中国志愿军试图从联合国军的中央防线突破。 中央两者画面流程